主播画面上黑色小轿车向右切换车道 执行的重机看见时已经反应不及 高速从后方追撞轿车 增量重机向上翻起 骑士重甩路面 原警货报道场对肇事双方进行酒测 女驾驶酒测值0.13 这下知道自己闯祸要被带回警局都被吓哭 但因为酒测值没达到0.25 为涉及公共危险罪的程度 原警先将女驾驶带回局内做生理平衡检测 而重机骑士骨折送医治疗 车祸发生在高雄三明 民族一路27号凌晨12点多 重机零件四散路面 车身严重扭曲变形 轿车后挡风玻璃 垂碎板筋凹折还有刮痕 可见车祸当下撞击力道相当大 警方出判女驾驶变换车道 没理让执行车 其实通过赏黄灯路口没减速 双方都有肇事责任 而女驾驶事后生理平衡检测 观察合格 详细的车祸原因还要进一步理清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